你 酒啊 想什么呢 这要是酒的话 还能得着你们喝 我都快三年没喝酒了 进去吧 这要是什么呀 你用酒精 你是怎么闻出来 这不是工业酒精的 报告 我刚刚军区统认住院归罪 挺好 再回味一下熟悉的资料 我看你们脚上的伤也都不少 消遥毒 进去吧 迟早的事 啊 在酒精池子里面抱五分钟 再换到水池子 继续 家靠 这 这会死人的这 死到死不了 你那脚上伤口不怕疼吗 说说是半死 没选择了 真选 说实话 还有一点不好 我们有退路吗 回去 嗯 不错 有表率了 我这干死了算 死都不怕 把这个 不错 铁车门 霞龙小龙用着声 报告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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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吗 要吗走 死 死 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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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啊 没许啊 没许啊 我为了参加一堂准备了这么多 全都做的 没许啊 他叫你 人这关你们过来啊 你们玩什么 谁过来 谁谁过来 谁过来 我是飞虎团呢 那落地一样是萌 你还没想到 你还没想到 我怎么回事 几十五分钟 开始 不错 这穿上装具呀 挺精神的 这君子站得不错 就不知道体能是怎么样啊 躺下 端腹 全力都有 左右一臂距离 前后两臂距离 下一看 签 向前 签 后刀 签 端腹 电影都看过吧 特种部队选人呐 这个开场啊 都有一段开场白 但是我想啊 没什么新鲜的 那我就不多说了 我主要说五点 这第一点嘛 你们都是各部队的 武干 精英 兵王 军规军纪呀 不用我说了 你们都懂 所以啊 这一会儿啊 要你们背一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 六五条令 当然了 在这儿啊 我也就不多说了 免得话长 那第二点 我要说一下我们狼牙特战旅啊 特训条令 虽然这职训呐规模不同 但是这个特训条令啊 是相同的 陈大鸣 一共几条 保重 十三个大象 五十七个小象 没错 这一会儿要带着你们读 那现在呢 也就不说了 这个 第三点 那就是伙食待遇问题 这可是个大事 那我不能不说 但是你们放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哪 不会出现 可扣你们伙食肺的情况 但是 特种部队 反正有特殊情况 是吧 你们来自不同的部队 是啊 有人还是飞行员 那伙食高啊 挺高 比那个军船的标准呢 它都高 但是在我这儿呢 只能有一个标准 咱们标准呢 这个没有标准 特训吗 那总要吃一点特殊的苦嘛 啊 再说你们也不怕吃苦啊 怕吃苦 就不会到这里跟我们玩 都说没意义 那攒下的伙食费嘛 如果你们回到原部队 他们会处理 如果你们留下来 那大家聚聚餐呐 那大家聚聚餐呐 好好地吃几顿 为什么呢 因为一顿吃不完 那第四点就是旧行和操克食 第四点 快好啊 各种部队 各种部队嘛 这特训就带个特子 那就是特事特办呢 什么时候就行 什么时候操克 这个我说了算了 对了 还没有周末 那更谈不上什么外出了 咱一下的假期怎么办呢 慢慢补吧 你们放心 我这个人哪 那是最厚道的 绝不会让你们吃亏 对了 我刚才说到第几条了 莫州 第三点 第三点 对 对 第三点 第四点 关于这个 就请和操克食业 报告 有事啊 是的 首长